绵延山路上 樱花在枝头绽放 玩如一条樱花步道 美不生收 这里竟然还隐藏一个秘境 一整片望过去都是茶叶 这里就是三峡最大的有机茶园 而现在呢 也转型成观光茶园了 带大家一起来逛 云雾缭绕还有某某细雨 占地约168公顷 绿油油的茶树排列在园区 放眼望去 非常壮观 很像山中里面的感觉 因为今天有下雨起舞嘛 所以感觉是朦胧美 除了茶园之外 这里还打造一个 像这样子的柳山林步道 一耳望去是非常的美哦 而且这里呢 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保留了原始的山林生态 一颗颗柳山 住立在园区 假日游客就能多达一千人 都是有机栽培 栽子自己采收 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美 如果够幸运 还能在茶园捕捉到 像这样子的下雪美景 甚至还能坐下来品尝 一杯热茶 当你如果逛欧累了 没关系 这里还打造一个 像这样子的休息空间 让你可以看到 现冲的茶叶喝 现泡的茶 毕罗春还是蜜香红茶 通通都有 要让游客喝到纯正台湾茶 连泡茶都有配薄 毕罗春而言 一般冲泡方式习惯 差不多用 就是七八十度左右的水温 静静俯瞰云海漫步茶园步道 感受大自然的静谧之美 台湾在地农业拼观光 要靠自己走出不一样的路 东森采集新闻张教学沈玉腾 在新北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